好 觀眾朋友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來談一談 在剛剛講到的這個大陸方面的殲-15 拿來跟美國的F-35戰機來相提並論 但是呢 從剛剛我們的軍事專家 宋趙雯先生的評論 他認為呢 小心喔 這個裡面可能也是臭丹碰轟 就跟之前的這個殲-20 差不多的意思 那有華我們其實事實上在看 那大陸方面幹嘛要這樣動作頻頻呢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要跟美方來示威 那我提醒各位 在1990年代 美國日本的所有的軍事雜誌 還有軍事專家 認為中國的軍力叫做破銅爛鐵的部隊 叫破銅爛鐵的部隊 那現在是2011年 過了21年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在這個21年當中 中國大陸它現在 它總共它研發的飛機 在西安的飛機公司是尖-7 成都是尖-10 還有殲-20 沈陽飛機公司是殲-8 殲-11 還有南昌 就是我們講南非M5 還有現在我們出現的 就是沈飛的殲-15 各位看一下殲-15 各位看它的進氣口 跟F-35不太一樣 它的進氣口比較小 然後再看它的機頭比較小 F-35機頭比較大 它比較小 所以未來我們評估一架飛機 它有沒有佔地 除了逆中功能以外 第一個它動力系統到底呢 選擇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引擎 第二個它航電系統 它到底選擇了什麼 第三個它火控系統 就是按鈕啊 頭盔啊等等 這火控系統它選擇的型號 那第四個就是說 它選擇掛載的武器 如果這四項 中國大陸能夠公佈的說 稍微資料比較多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研判 但是呢我必須我這樣說 這二十一年來 它總共它發展的飛機 大概是有九種類型 那九種類型 我們現在看看台灣 台灣二十多年來 只發展兩種類型 一種叫做AT-3攻擊機嘛 就是或者教練機 一種是IDF 但是從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說 中國大陸它現在 它發佈這個只有一個用意 我只要求有 然後去威懾靈邦就可以了 我不想跟你美國為敵 它只要有威懾靈邦 像菲律賓 台灣 日本 韓國 還有東盟 我只要威懾這幾個國家 我就可以了 那它不會笨到說 我要去跟美國怎麼樣 那換句話說 我們不能夠用美國的兵力 來跟中國大陸做一個對比 我們應該從我們的 盟邦的軍事的力量 跟中國大陸做一個對比 看它進步是在哪邊 看它落後是在哪邊 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定我們的國防政策 不然的話 你老是跟美國比的話 那當然中國大陸 我坦白來講 它縱然發展到F-40的話 它也不是美國的對手 好 兼 兼40它也不是美國的對手 但是為什麼它兼20 兼15 它一發布的時候 日本 韓國 台灣 還有東盟 甚至於美國都引起高度的興趣 就是認為說 你 你在職業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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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